好 站位图放在外面公平 1357左手边 246外右手边 另外三个厅去铜锣位置站 一阶段的时候去铜锣位置站 二阶段的时候拉好大出去 注意打断着火 一级去拉 九筒一级打野 学什么都可以 都差不多 我想用古拉加斯冲一波往走去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抓他一波上 看到没有 思路很前歇 这波闪现交的蛮完美哦 这个呢 是将古拉加斯的肉弹冲击这个技能特性了解到极致才会选择多少 哈哈哈哈 我在说什么你懂吧 可能很多玩家都不太懂啊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刚刚讲的是一个进阶片啊 如果你不太了解古拉加斯你可以当没听到 古拉加斯在绕后的时候 干客的时候一个技巧是特别重要的 你一定要注意看了啊 因为可能要发生战斗 这波先观望 看队友怎么说 三个人先喝一口酒 看他们怎么说 啊 走位走 走走走 情况不对 赶快撤退 哈哈哈哈 这个并不是卖队友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你这个聊卖队友 但是 我相信老观众都知道 这个叫止损 啊 尽快的减少你的损失 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古拉加斯 一 接闪现 配合他的爆破酒桶 的威力了 啊 我靠这多捞啊 这对面多捞啊 这我很赚的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赚的 你知道吧 哈哈 你跟我晾牌子 那对不起 你死了 怎么说 走位走走 你在干什么 回来喝酒 呦 这波为什么空的 因为他的计算有问题 这句话你好好想一下 哈哈 多多我就不说了 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说明你没有灵性 晚速桶 保龄球 秀 破坛 不要急 先OP 起到一个 勾引对方的效果 哎 然后再往回拉 然后再上 再来个滚动 没拉到我 哎 啥 你看啊 我问你 为什么这波 我们没有打过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那个为什么自己想 啊 我就不说了 哼 任何事情 我给你把说的明明白白 你就很难成长 没事 有我在 一手肉弹冲击 吃勾引之 这个时候交个大 然后把他一炸 一直的 狠 A一下 碗塔术 承接一下勾引之 叮 闪现拉开 我说句实话 我如果火力全开 对方其实找出了 哈哈哈哈 如果有高手的话 你能看得出来 但是我并没有火力全开 啊 有这种博弈在里面 让大家能够学到更多 好 对一波的话呢 情况不对 先把他打开 打射肯定打不过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哎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 控制兵线很重要 像这个时候 你如果回家 那我跟你讲 你太呆了 一点用没有 这时候你把兵线一控住 哎 那对方呢 他可能就不好推了 你看他没有兵线 他会非常的难打 看到没有 但是呢 这个人太多 啊 没办法 好 游戏改出 游戏改出 你觉得重要吗 并不重要 你看到没有 我说句实话啊 我讲我没有火力全开 我去展示这种技巧 在座的各位同学 应该都 都心里面都是认同的 因为你看得出来 对吧 其实你看得出来 啊 那我们要展示的就是这种 来回的博弈 和在各种各样的局里面 作为一个肉盾 作为一个古拉家师 应该怎样去处理 这种局面 太他妈王了 太王了 太他妈王了呀 谢谢大家